昨天晚上南京市建业区润花园小区的地下车库里边发生了煤气泄漏 警方就做了一个调查 结果发现这次煤气泄漏跟车库管理员在车库里边生火做饭有关系 昨晚七点左右润花园小区的一名业主到地下车库停车 闻到一股刺鼻的煤气味 于是赶紧报警 民警赶到现场后发现泄漏的煤气来源于车库角落的管理员值班室 管理员正在拆卸煤气包 民警迅速处理现场排除了安全隐患 原来这个地下车库的管理员在值班室开小灶私自安装了煤气 每天烧火做饭刚被物业发现并要求整改 拆卸过程中由于操作不当引发煤气泄漏 虽处理及时但小区业主仍心有余悸 汽车然后万一有汽油啊泄漏啊干嘛的 万一碰到什么火火星啊 集中了有一定的浓度那不是很危险吗 小区物业表示今后会为车库管理人员提供其他加热饭菜的地方 并加强管理杜绝类似隐患 江苏城市频道为您报道